今天大盘上涨68点 盘中最高的时候涨了185点 昨天是不是公开告诉你 出现长黑吞噬底 好 我们现在开始正式进入解盘 今天是2022年9月29号星期四 哇 明天就是9月30号了 过了明天以后就要进入到10月份了 我现在先和各位讲一个前提 请大家准备好好迎接光辉的十月 你听得懂就听吧 听不懂你就继续看空吧 王统讲话从来没有模拟两可的 今天讲蛮前 先告诉各位一则讯息 我这的讯息让各位看清楚一下 你看看 日本最近电费飙涨 日本电费飙涨 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 将采取前所未有的大胆措施 看清楚啊 这是今天的新闻 今天新闻9月29号12点出来的新闻 好 我们现在开始看了他内文 这个内文来自哪里 日经新闻 这不是我编的啊 我没有资格去编新闻给你听啊 我是拿人家的新闻 然后我给你做解读 这个你有看王统频道 看王统YouTube频道一段时间的人 你都知道我最近这两三年 我每一次上节目都会帮你做新闻背后的解读 对不对 你解读他含义 因为现在市场上太多假讯息了 太多假新闻了 我都一折一折把你戳破 这一次我们说的假新闻了 这是正统的 看清楚啊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可能会在10月3日宣布 日本政府将采取前所未有的大胆措施 以缓解电费上涨带来的冲击 看到没有 那这个做法怎么做呢 你看清楚啊 日经报道 政府和执政党官员提出的想法 包括像家庭和公司 发放现金 以及为公用事业提供补贴 看到这里没有 看到了 那我就问你 我们台湾做过了没有 台湾做了好几次了 从最早了 民国98年的样子 马政府时代上来的时候 碰到了金融危机 是不是先发放了 这个 那个叫什么券的 消费券 一个人3600 对不对 那我也讲过了 那是怪马政府的运气不好 这个责任不是归他 那是碰到国际的风暴 国际金融风暴 那最近这两年 我们碰到了 这个 这个风暴 对不对 那这个风暴了 我们是不是发放了三倍券 那五倍券 还什么动资券 那一大堆 然后更可爱的地方是 每一个县市政府 只要他财力够的 他都在他县市政府里面 自己发放 发放什么 现金补助 这个做法对不对 对的 这没有错的 是不是 只要他财员够 他多出来的钱 通通发放给民众 发放给这个乡民 发放给这个县民 发放给市民 这对的 台北市政府又做 不是没有做 这里都有 我们不管谁 他做的好 做的不好 做的对的事情 我们都要给他鼓励的 是不是 这个不是要因政治因素 而来判断一个人好坏 不对 所以现在日本要做的事情 就是布台湾的后城 然后他还讲那件事情 来给你看 再看 时事通讯室还报道 岸田文雄还可能宣布 日本将设定 每年超过五兆日元 约一点一兆新台币的 路径旅游支出目标 路径旅游支出目标 看到没有 也许你心里会问 什么叫路径旅游支出目标 简单讲 就是他希望外国人来台湾 来日本玩 不是来台湾 来日本玩 然后政府给你补助 就是振兴经济 振兴国内的消费 那就是观光产业 你来 你来一个人 政府补助你一个人 你来两个人一队 还政府更加鼓励的补助你 那不怕什么 你的住宿费用了 吃的费用了 还有交通部分 我们来讲一个情况 我们华冠公司 大概三年前吧 我们也去过旅游 应该四年前 三年前时间忘了 去过冲绳 那时候我去了 那冲绳就是日本的地方 冲绳那时候去的时候 他们也在振兴经济 冲绳那时候提出一个做法 只要是外国人来冲绳玩 拿到护照 你是外国人的护照 外国护照 你去ourlet买东西 不扣税 你要知道日本政府 他们买东西 税是外加立刻付的 我举例啊 例如说你买了100块东西 税可能10块 就立刻加要110块 那么税当场就退给你 只针对外国人 只针对外国人 人家做过了 那现在我们的话讲回来了 你看看王同告诉你 反向操作大傻币 日本解决物价用对的方式 解决物价上涨 这用对的方式 我在这里还要再重新讲一遍 现在呢 市场上还是要不断恐吓你 美国升息的啊 美国升息的 我针对这个问题 你讲的不知道第几遍呢 美国升息背后的原因 是他要把资金 从全世界把它拉回去 拉回到美国 尤其是针对哪里的资金 中国大陆的资金 那我们台湾还是小白 说台湾也要升息啊 没那资金跑出去啊 我们台湾没有借钱给人家啊 我们台湾升什么息啊 现在清楚了没有 那是因为人家跟美国借钱 他受不了利息上涨的压力 所以他就提前还钱 把这些资金通通赶回去美国 这也是他说表的做法之一 你们现在知道什么叫说表 我现在直接讲实战给你听啊 不要再听外面那些外行人 完全不懂的 我也曾经花了点时间讲给你听 我说美国升息背后的原因 以及目的 我都讲给你听过了 是不是 我也希望你们的程度 都能够一直不断的提升 千万不要被那些不专业采定台影响 那些台他们只是一个新闻 他们根本不知道如何解读了 照本宣科讲给你听啊 照本宣科讲给你听啊 然后你听了 哎哟吓死了 升息了 十七次哦 完了完了 不要再被上当被受骗了 好了 大家看着看啊 昨天告诉你乱杀一通 乱杀一通 轻浓资 那同时呢 也是干嘛的 也是啊 让那些假外资 假外资 杀在地板上 今天 排面上还是有些个股 那些个股在哪里 在什么族群 金控族 金控股 你自己看看富邦金 国泰金 中信金 赵峰金 你自己看看 他们今天还是有微幅的破底 而且他们已经是破底了 那你会讲到 台积电今天有破底 对 破一点 那个不重要 台积电他们也是有一特拉窟 我就让你卖在地板上 把那些假外资通清出去 王童昨天讲过了 你什么时候可以看出来假外资全部清光 就看台币的汇率就好了 台币的汇率今天已经不贬了 已经不贬了 你要注意哦 好了 昨天告诉你 出现长黑吞噬底 我也跟你讲过很多遍了 长黑吞噬底是一个买进去 都知道吧 好 今天来看看王童的盘讯 929 9点21分 大盘以上场80点开出 昨天公开告知 出现长黑吞噬底 今天盘是开高 高盘开出 这是正常现象 今天会开高 走高 形成高档震荡 盘中会小压一下 第一点在开盘点附近 然后再拉伸 今天会收中长红 结果今天开盘点附近是在这里 13550 我认为他应该是说会杀到1352里 1353里附近 结果没想到现在多杀了 杀到13462 对不对 好 又有人讲了 完了 跌破平盘了 完了 长不动了 对 这是你们的看法 如果说你的看法 每一次都对的话 你就不用看王瞳的节目了 我讲得很实在 王瞳常讲吧 我不跟你预告未来 我就是预告今天 因为预告未来的四个字 每个人都会写 预告今天 你写给我看看 有本事写给我看看 没办法了 好了 今天盘告诉你大幅震荡 看到没有 好 大幅震荡以后了 跟你讲最后 今天9292礼拜四 整理进尾声 明天还会整理半天 就完毕了 那么现在呢 我可以告诉你 你看一下我这旁边的资料 自身科 今天第四度获利 我给你看一下 9292 9点04分 9点04分呢 有自信买进451 自身科多担者 请挂169.5元获利下车 不用追杀 你看看4551 你这里看 9点04分在这里 在这里 在这里看到没有 在这里看到没有 连168都看不到 好 后来了 最高还来到173 对不对 然后收盘都还有171 来看清楚 451自身科 挂架169.5元 顺利出脱 获利露弹 本人发讯是158买进 前天我们158买进了 但很多会员是追价买进 在159到160.5进的 那今天带出 但不列入红包 王瞳公开告诉各位 我们的实战 我不会给你作假 也不会骗你 哎呀没有 就是胡说八道 那一涨就说有了 一跌就没有了 我公开告诉你 我发讯是158发的 但是我的会员回报回来 都能买在159 159.5 还有买在160 我都跟他们讲 你们干嘛追价 他们跟我讲 老是不追价买不到 啊 对 那今天呢 通通带你们出场 我发讯169.5元出场 我的会员还有人卖到171 还有人卖到171.5 都有 因为今天最高是173 又是一个红包 但是这个红包不列入绩效 这样够了吗 够了 我今天为什么讲那么多给你听 因为啊 今天早上还看到一则新闻 这则新闻呢 就说啊 昨天大盘叠 就说台积电掉单 台积电掉单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iPhone14抽单了 iPhone14苹果抽单了 结果今天早上 苹果公开成了 没有这回事 其实胡说八道 苹果完全正常营运 没有抽单 一样要台积电生产 我不懂啊 我们现在市场上怎么有那么多的假讯息 你们要知道 知道这个重要性的吧 这个假讯息我也不知道谁放的 就让放这种假讯息出来 混淆视听 所以我今天特别跟你讲一下 再来呢 今天我跟你讲 你看一下我旁边的测标 这边的测标 你看看啊 滑井电 六七八八 前天涨停板 昨天打回来 超过半个停板 今天又涨停 滑井电 看到了没有 看到了 今天出大量 我来跟你讲 滑井电 今天还是进货盘呢 他没有出货 没有出货 你要买 你就追 你就打在这里去玩 没关系 再来呢 你今天可以看 我这边还写了两档 我给你 一档叫4966 一档叫8016 你看看8016细创 细创你看看他 到这里 已经下不去了 已经下不去了 细创的业绩好不好 好的很啊 机体电路细创 半年报赚20.94元 毛利率53个% 这么好的公司 股价100多块 好 再看4966 普瑞 普瑞有够可怜的 普瑞的破底呀 结果你看看普瑞的业绩好不好 半年报赚43.42元呢 毛利率47个% 市场上每个人都在喊 普瑞完了 普瑞完了 我看不到他哪里玩呢 所以简单告诉你 普瑞就是抄底 今天已经跟你讲了 一个普瑞 一个细创 快上车 都有利润给你赚的 好了 今天帮你讲到这里了 应该是很多了 明天大盘还会整理个半天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谢谢各位 岸边看海 波涛汹涌 高空看海 可见惊来 古海茫茫 唯一明灯 王者至尊 王童老师 善于解读主力筹码 顺势而为 看盘功力 深准惊人 个股操作犀利 洞悉产业兴衰 波段 短线 无往不利 唯有王童带您走向 财富的康庄大道 速播至尊专线 02-6630-3221 6630-3221 华冠投顾111 尽管投顾新字第015号 华冠投顾首推荐分析 之个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华冠投顾111 尽管投顾新字第015号 第015号